记得第一次与你相遇 你每年善良印在我心里 从是我深深的爱上你 无论走到哪里都想你 我们的爱来自不易 分分合合走到一起 不管未来的路多几句 我一定会对你不离不弃 我们真的不容易 一定要为将来而努力 就算西方再大的风雨 我们前边前闯出去 我们真的不容易 一些付出我都愿意 因为你是我今生唯一 我们来生还要在一起 Zither Harp 你每年善良印在我心里 从是我深深的爱上你 不论走到哪里都想你 我们的爱来自不易 分分分合合合走到一起 不管未来的路多几句 我一定会对你不离不弃 我们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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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为将来而努力 就算西方再大的风雨 我们前边前闯出去 我们真的不容易 你每年善良印在我今生唯一 一些付出我都愿意 因为你是我今生唯一 因为你是我今生唯一 我们来生还要在一起 我们来生还要在一起 我们真的不容易 一定要为将来而努力 一定要为将来而努力 就算西方再大的风雨 我们前边前闯出去 我们真的不容易 一些付出我都愿意 因为你是我今生唯一 我们来生还要在一起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阿明今天的直播空间 每个星期都跟大家定时定点 在这里跟大家唠叨一下 每个星期 现在我们正式 现在都有一百多人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直播 在直播之前 很多人都说 发生了一个大事情 但是那个事情 我们是不可以去评论的 晚一点 我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先说说苏里兰的疫情 苏里兰的疫情 现在我们看到感染的人数 有下降 然后有一样东西 我们要留意到 它那个感染的 那个叫做percentage shell 好像说有五百人去做检测 可能只有一百人得 以前我们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那现在它降到百分之三十四十以上 它现在在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慢慢下降 所以五百人检测可能只有一百人左右得 这是中了感染 那这个问题就是看到我们的感染率一直在下降 我觉得是说好像有人跟我讲 这个疫苗 打这个疫苗开始下降了 以后我们也听到一些专家的讲 他说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个现象 那个 对 那个玩意干医院的院长 那天我们去看他 他跟我讲 到时候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说那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虽然看到现在 那个疫情 那个感染人数下降了 但是呢我们也留意有两个问题 死亡的人数啊 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今天是8月15号 那15号的话 我们这个月今天我看到报纸的新闻是说 今天一共死亡的人数是34个人 两个星期死了34个人 每天超过两个人以上 这是平均以上 这是说这个死亡的情况还是严重的 然后呢我们也 明天游行会不会反弹 这个上帝才知道了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我们华人感染的那个 元素 这个礼拜是比较多一点的 有一个是家庭的 等一下我们再说 以后呢我们现在最可怕的 有个问题啊 报纸新闻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凋打的病毒在树林南 已经开始出现了 以前说是有一个小女孩在荷兰回来的 现在呢 他们卫生部长讲了 之后有四个人感染 确认是Delta病毒 以后呢有两个是知道他怎么感染的 另外有两个呢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感染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 苏里南这个检测出来的那个病毒样板 样品 以后呢苏里南是检测不出来 到底是种了什么病毒的 他要送到荷兰去做检测 每个星期要送到去荷兰或者每一个时间 如果他如果去做检测来回一个时间 需要一个时间到我们才得到那个结果出来 那这个一来一去的话 我们可能下个礼拜也收到说 还有人在感染了这个Delta的病毒 所以说我们只有四个 我们觉得哎呀 这个病毒一听起来都怕 因为这个Delta病毒把整个世界 像美国啊欧洲有些全部都攻陷了 把他们的感染人数全部都长起来了 所以说呢我们听到Delta病毒 现在就好像说 以前那个新冠病毒一开始 那个点子是小弟弟了 现在这个Delta病毒好像一个恐龙一样 闻到Delta 我们听到Delta就怕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去做不必要的聚会 或者聚餐 这些要小心 以后呢希望苏里南这个要确认一下 到底有多少这个Delta病毒在苏里南 我们都好像有人说 哎呀不止四个 可能还有的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因为这个事情 只能让卫生部有一个正确的公布 信息公布出来 我们才知道的啊 因为这个真的没办法 要荷兰检测出来 我们才知道的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卫生部长也讲了 那个灰月月的疫苗 18万剂的灰月疫苗 可能在这个月底会到 因为上一次呢 他好像讲是下个礼拜到的 但是后来还是没到 一直到现在都是没到 然后他现在终于公开出来说 是到下个月底才到18万剂的疫苗啊 因为按照现在苏里南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进度来讲啊 还是很慢啊 我们记得三都给总统曾说啊 这个月年底之前要达到75%啊 按照现在的进度来讲啊 不行不行啊 肯定是达不到的了啊 现在我们希望这个灰月的这个疫苗来到时候 那般12岁到17岁的那般小孩啊 他们如果打不打我们不清楚啊 因为这是家长的意见啊 一般来讲啊都应该是要打的啊 当然了这个要看自己家长的意见啊 但是呢在法规啊 12号好像是13岁还是13岁以上的小孩可以打的啊 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呢 他们已经抢着去打 然后我们苏里南也有些小孩 有些父母啊就带小孩到对面去打的 我也知道的啊 有些跟我讲了 他们说哎呀小孩要去上课 有时候不出去 如果不打的话也不放心 既然说他们卫生组织同意可以让打这个疫苗的话 那就打了啊 像我们以前打这个阿斯利康啊 就一样的道理啊 一开始打阿斯利康 这样不行那个不行是吧 又怕后来我们还不全部人都在打了嘛 是吧 所以说 如果说这个 辉瑞的疫苗真的是到的话 月底的话呢 我们相信有一大部分的那些12到17岁的小孩 可能会去打的啊 到时候我们看看 希望这个小孩这一班人 还有我们疫苗接种进度那大人那班 可以多一点起来 希望可以达到75% 现在但是按照Delta病毒新闻所说的 起码接种率要到90% 对Delta病毒才能够预防啊 然后呢 我们也也看到啊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病毒啊 我们是真的是很可怕的哈 你现在感染呢 我们都看到是跟这各种消息啊 我们总结总结起来就是说 有一个人感染很多人在他附近的人都会感染到的哈 所以说这个是很麻烦的哈 所以说我还是劝阴大家哈 尽量不要去聚藏啊 不必要的聚藏啊 有时候有些说哎呀 小孩什么啊 自己兄弟姐妹的小孩生日哈 两个姐妹的家庭 两兄弟的家庭聚那是 好像是怎么说啊 听起来好像是情有可原的哈 但是有些说朋友 朋友的啊 怎么样的那种是最好就不要去了哈 就是中招起来是很麻烦的哈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然后呢我们看看呃 政府的新闻哈 呃 政府新闻我们看到那里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哈 我们就看到了呃 呃 哎呀 却相机案这个东西 等一下再讲哈 这个不能没有什么好 这个人命关天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哈 稍微给大家提一提吧哈 就是按照新闻来讲 OK 我们先说政府的新闻哈 呃 政府的新闻我们也留意到现在有只有一个字哈 阿拉撒尼奥布里斯哈 所有东西都涨价哈 所有东西都准备会罢工会游行哈 然后呢明天 他们有些团体啊 会在那个总统府港厂那里游行啊 然后呢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明天游行的情况会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也留意到啊 政裁新闻 政府新闻已经出来了哈 如果说他们游行的时候 牵涉到那个有什么破坏的情况啊 政府会会有行动的啊 警察会有行动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 那个市长也呼吁的那些人不要去呃 呃 游行啊 因为你现在集集会的话游行啊 需要向政府申请那个批文的啊 牌照啊 所以还有呢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 会不会有呃 那个防疫啊 这是疫情会不会增加呢 我们现在看到哈 好不容易那个疫情人数感染的下降了哈 今天五十来个人是吧 然后呢慢慢慢慢就下降了哈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明天他这个游行 但是也没办法啦是吧 这个游行的东西 你看政府把那个那个油价一涨的话呢 很多人都去游行的了 那鬼老 我们也看看到底明天会怎么样哈 呃 呃在市中心啊 附近的话呢 那些侨胞有电的话就要留意一下了哈 应该来讲是不会出什么乱指的哈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相信呃 情况是应该是在政府会有一些呃 特殊的安排的哈 因为乱起来的话我们华元的电还是照样的 所以说看看吧 看看吧 然后呢呃 刚才有个侨胞说了啊 中国长短针的事情哈 到我现在呃直播之前哈 我看了一下所有的新闻也留意了这一个星期的新闻哈 呃我们没有看到政府有任何的宣布出来 说会有一些什么消息啊 正式发布出来啊 总之他那时说的那句话就是呃 呃在一个专家呃 一个专家团体在调查之中 看看他们调查的结果会怎么样 呃既然他现在没有公布出来 那我们就等了啊 反正到二十多号政府才决定让人家呃 呃打第二针嘛 呃当时说是吧 但是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不清楚 总之现在没有正式的官方宣布出来 那个针头到底长短是有影响还是没影响哈 哈哈现在我们也没看到啊 那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那个国会议员啊啊啊啊啊啊啊 MDB的国会议员他在新闻上也讲了 他说他经过慎重考虑 他会接种我们中国的国药疫苗 他觉得国药疫苗他是比较放心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有那个 叫做那个措施 防疫措施那里 曾部长也说了 曾议员就叫训口了 曾议员也说了 现在政府开通这个巴西航班 如果你开通巴西航班的话呢 因为巴西的病毒特别是严重的 以后那些人到苏里南之后 就算他打了两成疫苗 也没有经过隔离 理论上来讲是比较隔离比较好的 但是曾议员也说出了他担心的事情 但是这个担心的事情 也是我们大家也担心的事情 因为巴西那边的病毒是比较厉害的 如果他们的人这样放松的过来的话 也会有影响的 理论上来讲 按照曾议员的说法来讲 所以说曾议员我觉得曾议员还是看到一点弊端 措施开放是好事情 但是也有想到坏的方面 就是好跟坏对比起来 那我们苏里南能不能承受得起 这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那个啤酒公司 我们上段时间一直说 啤酒公司不收那个费用附加费了 然后前天是把啤酒公司那里 那个送货车在Sonyboard那边 又被人家打劫了 我也看到那个视频了 鬼老拿着把刀架在那个啤酒公园的那个井上 所以说也难 两边都难看看吧 希望以后这个啤酒公司看看有什么一些安排吧 我估计他不会再长起来 既然他已经说不收了 可能不然因为这个单一的事情他会收 政府的新闻也没什么 OK我们说一说桥社的新闻 那一天我们有些侨胞 得过病的感染过新冠的侨胞 我们在那个瓦尼加医院住过的 然后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些 他个人认为一些非常适当的治疗 然后他可以健康痊愈出院了 心中一直非常感激 然后那天他们联系 我们总会送点慰问品过去 有一些苹果 大苹果 还有一些奶茶 然后我们就送去给 总会我们代表就送去 那个王尼加医院 然后呢 跟他们院长也聊了一下 现在苏丽兰疫情 这个医院方面物资的方面的事情 院长也跟我们讲了 就是说苏丽兰现在目前 这个抗疫啊 这些物资 医院需要的物资 还足够的 还刚刚好非常有供应 有货都可以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有货汇过来 然后都是医疗物资 分派给所有的医院 所以说他现在在物资 医疗物资方面 还是政府还是可以供应 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也叫我们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Delta的病毒 这个Delta病毒不是开玩笑的 也叫我们也要小心 叫我们做生意的 这些怀疑要小心 因为他也跟我们讲了 就是说可能有一个现象 你看到他说打疫苗的好处 打疫苗的好处是怎么说 他说打完疫苗之后呢 不能说全部人 大部分的人 他的病情都会变轻 就算你感染了病毒会变轻的 当你变轻的时候 你都不需要到医院去了 他说到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因素 怎么说今天感染了100人 但是在医院里面只住进了10个人 20个人而已 为什么呢 其他80个人怎么回事呢 因为80个人症状比较轻微 可以在家里做一个隔离 不用到医院去 那另外20个人可能有点严重 就要到医院去隔离了 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 有一种这种现象 这就是打疫苗的好处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 还没有打疫苗的调报 我现在倒要去接种这个疫苗 以后我们也看到荷兰 有个专家过来的 那个代表团的是一个医疗 那个医生来的 他也博士 他也说孙女男接种疫苗的进度不好 接种硬度不好 还不够 他说还不够快要加强 所以说打疫苗是有 打这个疫苗是有好处的 怎么说就是你感染的话 很多人都会变成轻症 会变成中症 所以说院长也叫我们要留意 不要奇怪到时候 说这么多人感染了 但是住医院的这么少 就是这个打疫苗出来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要留意一下 我相信我们很多侨胞都打了 应该是 应该很多侨胞都打完疫苗了 我问了一下 基本上都打了 我没有什么随便打的 因为现在有选择 有国药还有阿斯利康 另外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侨胞被困在荷兰机场 因为他有个侨胞在九月十几号回去的 因为他现在被困在荷兰机场 因为他的检测是出了问题 如果检测出了问题的话呢 在荷兰机场上我上一个星期也讲过这个问题的 因为这个星期他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在荷兰 哎呀你没打那你流逼了 你没打你就流逼了 他这个朋友跟我讲一下 他荷兰的情况 因为他在苏丽兰检测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在苏丽兰检测没问题 去了荷兰那里出了问题 然后呢我们要留意到 他在荷兰检测出了问题之后 那这个程序就很麻烦了 首先到时候你要回中国的话呢 要做那个CT啊 做那个CT检测 然后要观察14天 然后呢再做那个检测 又要检测 然后呢又要等14天 然后搞起来 他十几号回去的 然后到现在的话呢 到他可以订票回去的话 在中国的话 超过了一个月 一个月过两个星期 他还要在 他二十几号上飞机回中国的时候 然后还要再检测一次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没有问题他才可以走 如果有问题他又要留起来啊 所以说要要注意一下 我们一个侨胞回中国的话 自己一定要如实填好这些自己的个人健康资料 像我上次记得讲 如果在苏丽兰检测出问题还没有 检测有了马上没得走 但是如果你在荷兰的话 出了问题真的很大 然后他也发了不少钱啊 因为在荷兰机场的话呢 只有五天的时间 是政府 荷兰政府出钱给你的 超过五天之后呢 你要自己发钱的啊 所以说 如果你不严重的话 所以说这很麻烦的 总之在荷兰之前发了钱 所以大家如果要回中国啊 回国的那些侨胞啊 在你回国前两个星期啊 一定要做好隔离啊 一定要做好隔离啊 所以说大家要 哎呀呀这个老板啊 要做好隔离啊 不要到时候搞那个什么欢送会啊 走了回去啊 去聚一下吃顿 很容易中招的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个要回去的侨胞啊 那些就算你没回去的啊 也不要叫人家 哎呀你下个礼拜走了 出来吃顿饭啊 也不要害人家啊 真的是这个很麻烦的 我看到这个侨胞的情况啊 哇 花了这么多钱啊 还不确定能不能回去啊 那真的很麻烦的 到时候人家喝了啊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问题啊 打疫苗那里的话 不戴口罩还不感染啊 不打疫苗 不戴口罩还不感染啊 哇 这么厉害啊 这个不行啊 一定要打疫苗啊 OK 这个有一个新闻 大家也看到新闻上所说啦 就是有个侨胞被枪杀了啊 就是说这个情况怎么样 以后好多人跟我直播里面也说了 哎呀阿明你要说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啊 其实大家要明白用东西 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不方便去评论啊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 以后呢警察也在调查之中啊 啊 呃我们也要 我们的评论啊 是会有 因为两边都是中国人啊 啊两边都是中国人啊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评论 我们也不要 亡家 亡家那个非议 去说什么什么怎么样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道听途说的啊 没有确认的证据 所以说啊 大家也不要去怎么怎么说啊 在公开的场合去讨论这个案件啊 我们就留意警察的新闻就可以了 如果警察有什么新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是吧 我们要看警察的新闻啊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命啊你怎样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啊 真的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 让警察去调查啊 我们也不要评论 总之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啊 真的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啊 一个中国人这样就被枪杀了啊 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真的是啊 看看啊警察的调查啊 警察的调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以后我们也不要去讨论啊 真的是 因为我我不想真的不想再说说的 因为哎 但是收到很多信息 阿明啊要讨论 阿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消息 或者什么什么消息啊 都是看报纸的 报纸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再公开场 我看到有些群啊 在讨论讨论怎么样啊 当然了我不会啊 说你们你们个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去讨论 因为最好等警察公布所有的事情 是比较为准的啊 讨论讨论的话 对哪一方面都不好啊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 哦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就这样啊 网络Dakinex Lokus Go Do News 最好是这样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怎么样怎么样 OK 到此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啊 也不要打电话来问我啊 我也没有什么任务的啊 好啊 这个礼拜啊 因为今天我比赛比较累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跟大家分享啊 跟大家聊几下啊 跟大家聊几下啊 有什么有什么事情啊 跟大家聊一下啊 天天和鬼佬握手鸡拳啊 这个可能不行吧 这个握手的话要消毒啊 最好不要跟他握手了 鸡拳还是可以的啊 握手可能没这么好的 看看大家有什么特别的信息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礼拜稍微简短一点啊 因为今天去打比赛那里比较累啊 六点六点多起床 下午五点多才回到来啊 如果大家没什么特别的啊 我们就这个星期啊 就这样就可以了 没什么特别的新闻啊 总之就是一句话了啊 现在冠军就没有了 阿明哥没有比赛命啊 只有练习命啊 哎呀真的是啊 哈哈哈哈 大家 我对 还有一个消息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因为我有个在法规的朋友 他联系我 他跟我讲 他说法规的治安现在很坏啊 法规那边 怎么说呢 法规那边 前天是吧 有一个中国商店被人家抢劫 又房东 那个店主的手 被那个贼砍断了 然后人要送到那个什么 马蒂里那里去救治啊 所以很严重 然后呢 今天早上又有一个抢劫的哈 但是人是没有伤到的哈 所以说现在治安情况也很严重的哈 所以说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哈 也要大家小心一点哈 好 最后的话 跟大家听一下一首歌 一首歌 我们叫做总有你鼓励哈 希望大家都互相鼓励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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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个礼拜见